现在高崇山区有上百条土石流浅室 溪流居住的高崇市民超过了三千一百位 而几个原乡的行政区灾害应变的工作 房台准备都已经先行启动了 像是在桃园区有区公所的人员 实际安家爱护 向民众说明如何撤离以及灾害应变 来看说明状况 中心的部分你的需求 你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会马上做补充 对对对 那最主要是说因为这个发布一级的 遇上海风警报了 那如果可以的话是今晚到我们中心那边 目前在高崇山区的部分 包括有特殊需求或是有就医的急迫 需求的这些民众 目前撤离的状况是大概已经有上百位 优先撤离下山 而在嘉义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园区内的树木无预警的倒塌 这一棵倒下来的树木位于林业试验所 嘉义树木源树林已经超过了120年 堪称是镇源之宝 因应台风来袭 目前园区也公告休援 避免游客入内发生危险